使用每一場的比賽 我有上場就能拿MVP 最大的目標就是 一定要幫紅隊拿下總統的比賽 對 如果真的能拿下 真的是一個新的歷史 然後應該會哭吧 張家生三次全中運冠軍 百萬入袋 全明星誓言上場就拿MVP 全明星真的很硬 比我在以前當選手的時候 對 還累 有扶住鼓掌了 對 好輕鬆 跳得好輕鬆 5米70是到目前為止最遠的 對 沒錯 而且看起來它只花了7分力 因為我原本的腳受傷 所以我就改換腳 限制很多 24歲張家生 曾經拿下全中運散面金牌 田徑小鮮肉在全明星測試賽 雖然帶上上陣 依然跳遠 跳進領隊的心 也跳進觀眾的心 小編在此就先幫大家問了 你們應該不會談戀愛吧 不會 也沒有時間談戀愛 真的都在訓練 可是會朝夕相處嗎 會朝夕相處 選手 讓大家做一次 他們 就是姐姐 好姐姐 對 我們自己年紀比較小 可能這上面 對啊 就還好 身為紅隊行譜生散巨頭 張家生已經從佛希比賽超脫 有了想追的酷東西 那就是每次上場的MVP 之前陳馨就問我說 要拿MVP啊什麼的 那我自己心裡就是覺得說 平常心就好 會拿就是會拿 對 但是我後來 就是跟他聲聊過後 他就是覺得說 進來我的目標 我的目的 就是要拿MVP 就是要為整個團隊 拿種冠軍 這樣子在運動場上的表現 才會明顯 因為我以前比賽項目都是個人 比較少團隊的項目 所以這是我自己也還在適應的 所以覺得小潔是很當的人嗎 就是很溫柔 有一次錄影是足球的項目 那一天我就錄影的時候 就沒有提好 然後就開始對自己沒有信心 然後我就跟小潔哥說 我想要換掉 他還是一樣很溫柔 我就不會罵我什麼 可是他就很 用那種有點殺氣的感覺 看著我的眼睛就跟我說 佳生 你對自己要有信心 你以前是運動員 在我上場前就跟我講了這句話 我就好 不要管其他的信心什麼 場地那些就不要管了 我就踢就對了 使用每一場的比賽 我有上場就能拿MVP 最大的目標 就是一定要幫紅隊 拿下總冠軍 對 如果真的能拿下 這真的是一個新的歷史 然後應該會哭吧 你的運動生涯 如果嚴格來講是自己的 11年 我以前是練400公尺 跨欄跟400公尺 那你有上過你這11年 拿到的獎金 找公開 1萬個嗎 接近 我要拿5個金牌吧 第一名是玩 有20萬 對 然後再加上政府會比註 就是回到家給媽媽 媽媽說我幫你拿去生氣來 就好像過年的時候 把紅包幫你存起來這樣 也不知道有沒有存起來 反正我就放心的交給他們 到了大學之後 就沒有辦法適應 對 因為換了一個教練 課表上轉換 就是沒有銜接上 突然間轉換 跑道就是會有點可惜 但是教練 教練啊 或者是我爸媽媽 他們都還是很支持 就是我自己做的決定 所以你本來對演員有興趣嗎 剛開始沒有 對 因為剛開始 因為我不太習慣 就是化妝 對 然後面對鏡頭 我拍過幾次廣告 就開始慢慢有興趣 那你有哪一個習慣的演員 跟演員有興趣嗎 那個 劉冠廷吧 對 因為我覺得他真的是 演什麼像什麼 從那一刻我就哇 整個就很喜歡你卡